話說大陸早幾年有關一段時間無人超市 即是一些沒有收銀的超級市場 顧客進入後只要拿起貨品離開 電腦就會自動適計數 並且在顧客的電子錢包內自動購錢 不過老實說這些無人超市其實都是需要安排人手入貨 影響成本不會低過傳統超級市場 因此搞了這麼多年老實說都沒有太大發展 不過這樣又不可以說這些無人超市的發明是沒用的 加上它裡面所用到的技術 其實我現在在大陸日常生活都經常會遇到 今天就帶大家體驗一下大陸的未來生活 Let's go 今次這段影片是由當代中國贊助的 它是一個線上資訊平台 在今年6月正式啟用 內容涵蓋最全面的中國新聞熱點 以及內地最新社會動態和人情密使 試力打造一個全方位多元化的一站式 當代中國資訊平台 當代中國也有和TVB共同製作電視資訊短片 江山系列 給觀眾全新感受當代中國 這個系列總共有三輯一共120集 是在81、83和85台的黃金時段播出 現在就播到一年四十集的第三輯 江山多智慧 介紹中國創新科技發展和智慧生活趨勢 對創新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就不要錯過了 大數據是近年非常熱門的一個名詞 應用在不少的生活之中 內地積極開拓大數據發展 例如有網約車手機應用程式 整合使用者用車記錄和行車數據 更有效安排乘客和司機 優化路線而減少交通制塞 繼續和大家說回我在深圳的未來生活體驗 其實無人超市之所以可以做到自動埋單 是因為每一件貨品都有貼到這些RFID標籤 給電腦用來識別 這個技術大家在香港可能都有見過 例如迪卡龍的自助收銀機 就是可以讓你把貨品直接放入包裏 收銀機就會透過這個技術來識別這件是甚麼貨品 讓顧客不用自己的Dubacode那麼麻煩 而在大陸看到它的機會就更加大了 例如很多商場都有分店的UNICRO 都是用上這種收銀機的 而其實這個技術更加適合用在自動收銀機那裡 因為傳統的自動收銀機 很多都是會設計成一些貨品 會是在高處跌落出貨口 導致的貨品可能會有損壞 所以我之前在大陸的地鐵站 都有見過一些可以說是縮小版無人超市 個樣和餐廳的凍貴一模一樣的自動收銀機 那就不用怕東西會掉爛 當然用這個這麼先進的技術 來賣飲品就未免太大財小用 因此有些商家就想到用它來賣其他容易爛的東西 最屈肌的我想就是這部買花機 在自動收銀機買鮮花 你又想過沒有? 提到大家想用這些這麼有趣的自動收銀機 你也是必須要用大陸的手機流動支付APP 來scan它上面的QR Code才能付錢 你可想言之大陸的流動支付普及率是有多高 甚至是改變了市民的不少生活習慣 例如由於人們已經習慣用流動支付自己埋單 傳統超級市場自助收銀機的數量 是遠遠多過人工卡卡 有些品牌甚至提供數碼購的功能 在貨架拿起貨品 用流動支付APP的超級市場小程式 來scan貨品上面的QR Code就可以直接賣單 走過時再在特定通道部機上 scan小程式的QR Code 確認付錢就可以 人多的時候真的節省不少收銀卡的時間 大陸兩大流動支付APP 其實都有提供小程式的功能 讓商戶可以很簡單地為客戶提供線上落單的功能 不用像香港一樣要自己另外寫 因此大陸絕大部分的商戶 連一些街坊小店都有這些功能 例如現在的發餐店和茶飲店 都不會再設立收銀員的崗位 取而代之在收銀卡旁邊 成了一個大大個的QR Code 讓顧客可以自己用支付工具來scan 開啟店鋪的落單小程式來落單 顧客不用花時間排隊落單之外 店鋪的所有員工都可以專心做東西吃 令到出餐更快 當然更加重要的是 對於我這些普通話非常普通的人來說 重要不用擔心 受銀聽不明白我說什麼 搞得很尷尬 你甚至可以在店鋪意外的範圍 提早下訂單 計算好時間的話 去到店鋪就拿到食物了 而這些普通的餐廳 現在都會給客人 scan桌面的QR Code 來落單和埋單 就不用擔心火記落錯單 或者計算錯數 亦都可以透過落單程式 更加方便看到哪些菜式 是比較受歡迎 想不到叫什麼 就可以跟著來叫 現在有些餐廳 甚至會提供機械人送餐的服務 在減散人手的同事 又可以維持同等 甚至是更加優質的服務 例如香港人 都一定有吃過的大家樂 在深圳的部分分店 都有用機械人提供送餐服務 當然在大陸 看到機械人的地方 當然不止在餐廳裡面 你日常出門都很容易會碰到他們 例如現在的商場 都會放這些互動的機械人 就可以用語音跟他們互動 洗手間 已為您找到BD層的洗手間 現在為您導航到其中的一個 而有一些比較大型的商場 甚至有這種 懂得自己走的自動收賣機 在商場裡遊走 除了可以做到宣傳效果之外 亦都可以令到機械人 可以服務到更加多的人 但機械會動的話 又如何看得清它有些什麼呢 其實只要站在它面前 它就會立即停在這裡 當然現在在大陸日常生活中 接觸得到的新科技 當然不止我剛才介紹過的那麼少 如果想了解多些 就要記得收看 當代中國的江山多智慧短片 今集就先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